中国也没有不再绕台 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5月23、24的时候 发动了联合力舰2024A 那这次也直接把台北市当作轰炸的目标 那在10月14号又发动了联合力舰2024B 有诚意以论坛方式互动 但共军还是加大力度绕台 两岸城市互信在哪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联合提案 不如就停办今年的双城论台 就像何议员讲的 你说这个中国大陆不满 是想出访美国 所以就拖拖拉拉不来 但你另一方面又说今年要停办 那这样最后万一中国大陆真的没有来 那到底是他们给我们上 我也不来 还是因为我们就要不要来 一定各说各话 双城论坛办不办 还要看对岸的脸色的话 那我也认为说台北市不应该 这么没有自己的主体性 还有自己的原则 我再次强调 两岸关系越紧张 越需要沟通跟交流 所以我们希望两岸 台北上海的双城论坛 能够持续的举办下去 为两岸之间带来和平文定的曙光 江市长有期待 民政委员会最终也决议 必须在对等尊严善意 互惠原则下办理双城论坛 但更大的问题是 什么时候呗 我们希望在11或12月 能够来举办 这废话吗 请你告诉我 今年还剩下哪几个月 我想我们会继续努力 其实技术性上 我也就要去确定说 在京华酒店什么时段 他才可以 他要连续的时间 然后呢 也要对岸 刚好上海 他也可以的时间 但是相关准备工作 其实我们都已经持续在准备 距离年底 剩下70天 就看何时办 怎么办 最终能否办成 TVBS新闻 终于轮流听听 看不到